補習班雖然在登記立案時 並沒有以來供應這個膳食 為一個登記立案辦理的事項 但是也有部分的補習班 接受家長跟學生的委託 來代辦代購這些餐盒 所以教育部這一次 針對這部分多數也都是 屬於在學生的這樣的一個委對象 因此也這個新聞要求各縣市 那麼對於補習班 如有應家長委託供應這個膳食的 也一定要採用 這個在整個標示上面 是以國內的這些肉品 為對象的這些餐廳或這個便當店 來作為共食的一個目標 那當然也希望能夠借這部分 也能夠讓家長來放心 重要的 目前這個食材登陸的這個品牌 即使是借接到衛福部的非分不可的平台 跟龍文會智慧4.0的這個平台 這三個部位架接起來以後 學校馬上只要一個掃描 馬上可以知道這個 他所選用的這個食材 所有的履歷跟製程 所以我想這一種 現在我們各級學校裡頭 關於我們這個衛福部以及你現在 落實手機APP的這個做法 各級學校都已經開始做了嗎 他們先接實際上是無縫嗎 每一個人都會知道你會處理了嗎 是 庫母委員報告 因為從推動三章一丘的整個供應 其實剛開始學校很辛苦 我們化部位也在磨合 那這樣的過程 經過106年、107年到今年 整個推動的分工 還有學校所扮演的角色 其實順暢非常的多 那當中包含我們說一直 往智慧化的方式去做 那如果他有使用的話 那你是拔還是不拔 有沒有畢竟拔者 呃 庫母委員報告 因為原來企業範本裡面 就定有相關他的規規事項 還有他的拔者 那對於國人大家 目前在關切五刊的這一部份 會去徵修 也是針對目前的這個項目 教育部呢 我們就是針對我們這團善業主 我們去規範他、管理他 那但是呢 源頭是這樣子的 如果說我們在源頭的標章 不明如 或者是標章有偽造等等 那最後結果變成是 團善業主要買單 那他買單你就算了 可能孩子他就去吃到了 所以我想今天 為什麼今天要談跨部會 也就是說我們的衛福部 我們的農委會 不管在標章上面 或者是在這個 源頭的這個處罰上面 我覺得要更有作為 否則就由教育部 然後找團善業主一個人來單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最後倒楣的 還是我們所有的孩子們